大甲媽 大甲媽駐駕新港奉天宮 廟內廟外擠滿信眾搶著恭迎 信眾熱情迎接搶碰大甲媽 希望能獲得滿滿庇佑 大甲媽繞盡第三天 下午2點08分才抵達嘉義新港鄉 沿途信眾熱情簇勇 許多信眾趴下鑽轎 使得軟轎緩慢前進 年後住假時間 大甲正南宮董事長延清彪 在大甲媽軟轎到來之前 還特別向新港媽上香 似乎在祈求 媽祖保佑一切順利 今天出發已經來到 我們這個新港鳳天宮 雖然今天是拜日 不過人也是擁有這麼年歲 每一位的我們這個宮廟 今天一路走下去 我們這個婚姻 看過我們這個家義觀 大甲媽軟轎入店安座住駕 跟著落金的民眾 不少人也就地搭帳篷收拾 頂上蚊箱帳篷一拉一圈 裡頭鋪上睡袋 就能稍作休息 恢復體力 明天要幾天起床 明天好像是7點要集合 去參加住所大 除了帳篷 還有人開露營車跟著媽祖繞進 裡面的設備更豪華 有電視冷氣 冰箱 床鋪 水槽 沙門 甚至還能沖澡 我已經連續兩年都車伯露營 然後來接媽祖伯 今天接媽祖明天就是拜祖 拜完祖之後 我們又開個露營車 又跟媽祖回家這樣 大甲媽住駕新港鳳天宮兩天一夜 現場煙火鞭炮照亮夜空 還有五龍五虛 鎮頭滑車採街相當熱鬧 讓整個新港宛如畢業城 周二一早將主辦駐售大典 晚間有迴覽大典 估計將迎來更多熱情心中 大甲媽住駕王子明 請要顧在家裡報導